在家里母亲刚才已经表态了 不太支持你唱歌 妻子呢 不反对你唱 但是希望你能多顾顾家 我想问问你的两个孩子支持你唱歌吗 两个孩子 他们都已经好像是 他们小时候不懂 到大的时候觉得 他们只知道我没给他攒好钱 总觉得好像我这个责任没付到家 我呢 我就给他一个概念 我说人为了自己的理想 可以哭一下你们 但是我能把您从 但把您从这个从小养活着 能上完学之后 走到社会上 已经到了北京了 已经成了 我也不算成就小 我也不算太卑鄙 抛去家的责任感 就单纯您的才艺 你的表演 你的孩子们喜欢吗 我的大儿子说我这个不错 我的二儿子 因为他走的是个专业 他说我的节奏啊 以及这个音准好像有点差 说我有点差 你认同小儿子对你的评价吗 当然他是有点真 我觉得害怕他 他不过他跟他跟我很少交流 今天小儿子也来到我们的调解现场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他是怎么描述他的父亲 我们现在有请他上场 你好 请坐 你帅啊 我怎么称呼你 傅强 傅强 对 对于你父亲这样热爱表演的一个 怎么说 一个热度 你是什么态度 如果仅仅是这个热度的话 我是非常非常非常敬佩的 因为起码让我自己来说 我是不可能做事情这么说这么专注的 这一点我推的 傅强 是学音乐方面专业的是吗 我是学过几年的跳舞 街舞 跳舞 对 你现在在做什么 我现在酒吧做服务生 在酒吧做服务生 对 那你没有再延续做一些你喜欢的这些东西吗 因为我现在有一个新的目标 我现在 我现在想学习那个抽盘 他做不到 我这时候请他做不到 你觉得他为什么他做不到 是因为他对这个事业没有那么的爱好吗 有 你以为这个所有的人都那么热量大 有的是很多人他坚持不下来 你要知道 这个事可不是 可不是容易坚持的 可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这些落麻都是那些坚持不下来的人 我坚持下来我就成功了 你觉得你自己现在成功吗 我认为是在这个为成功而打基础 你觉得父亲成功吗 在他心里想了他是成功的 这一点 谁都没有办法去左右 但是就是说在我看来 其实很多地方都是 不是特别 不是特别成功的 那你支持父亲在外面去表演吗 我支持表演 但是我会不太支持说那种 放下一切去做 你知道我们活着都是要有责任的 听说你曾经还写了一篇 很深你父亲气的文章 还把它发到了网上 父亲到底做了什么 让儿子不得已用网上发帖的方式 来宣泄对父亲的不安 都有那种失落感 然后就觉得这个时候我爸爸在哪里 儿子的这一举动对固执的父亲是否产生触动 还是让父子间的矛盾再起波澜 怎么讲他是那种 你知道 生活中有很多那种 小的东西让你很受不了 哟 你才说废话呢 我让你耍我完全能接受 难接受了 现场父子之间又会展开怎样的交锋 富可天使之回家吧 百灵哥 精彩稍后呈现